大家好,欢迎来到九火文明频道 天门冬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 具有清热解毒,止咳平喘的功效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天门冬的药性偏良,胃肝,归肺经 主要功效是清热解毒,止咳平喘,润肺生筋 天门冬能够治疗感冒,咳嗽,哮喘 肺热等症状 这些症状通常是犹豫,风邪,肺热,燥热等原因造成的 天门冬能够有效地改善这些症状 让人们更好地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 天门冬的主要成分为葫芦八棵植物天门冬的根莖 这种植物在中国南方的雨林中生长 因其能够适应高温高湿的环境而得名 天门冬的根莖含有丰富的粘液质 多糖体,氨基酸等成分 具有止咳平喘,清热解毒等功效 天门冬适用于感冒,咳嗽,哮喘,肺热等症状的人群 天门冬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其他中药材配物使用 例如,雨川贝,琵琶叶,蜜糖等配物使用 能够清热止咳,润肺化痰,雨石膏,织母,桑白皮等配物使用 能够清热解毒,滋阴润造 正确地使用天门冬与其他中药材配物 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功效 改善人们的健康问题 使用天门冬时,需要注意禁忌症和用法 天门冬不予长期大量使用 尤其对于孕妇和哺乳期妇女 以及肠胃功能不佳的人群 应该谨慎使用 此外,天门冬的使用量和使用方法也需要注意 避免使用过量或使用不当导致不良反应 如口前、恶心等症状 在使用天门冬之前 最好先咨询中医师的建议 天门冬与其他中药材配物使用 可以发挥更好的疗效 常见的天门冬配方 有天门冬膏、天门冬粉膏等 天门冬膏可以清热解毒 只可平喘 天门冬粉膏则具有清热解毒 散寒止痛 润肺化痰的功效 天门冬膏和天门冬粉膏的使用方法和使用量 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决定 收到我们的最新内容